頭上老街哪裡最美呢 國立新竹美學館 以及宜蘭縣楊潛中美學文化基金會 4月17日在老街舉辦了一場小仆裕 在地美寫生比賽 共有70位國中小的小畫家 用觀察細微的眼睛 來截取老街最美的角落 再透過畫筆呈現老街的風華 席地而坐用眼睛觀察 用畫筆勾勒 頭上老街在孩子們的心目中 有著不一樣的風貌 你覺得頭上老街哪裡最漂亮 就這個房子的拱門最漂亮對不對 由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與財產法人楊潛中美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及頭上正公所共同舉辦的 105年小璞玉在地美寫生比賽 在頭上老街登場 期許透過畫筆 讓孩子們看見頭上老街的風華 我們特別是選擇了我們頭上老街的八個地景 然後每一個地景都有它的故事 譬如說在喚醒堂 它就是我們頭上文化的花園地 在一百多年前日劇開始的時候 那它成為台灣漢學文化傳承的一個據點 然後把這個廟學的文化從我們頭城傳遞到全省有三十幾個廟學 所以可以稱為台灣文化重鎮的一個非常指標性的地點 然後再配合我們的藍門、北門、兩個土地廟 然後在圓河城跟新長新樹紀等等的 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景點 讓小朋友來認識 一面來作畫 一面來思想我們頭城的文化 其實我們的活動是在北區九縣市同步舉行 今天早上九點到十二點 因為楊樹仁先生的推薦 他覺得頭城是宜蘭地區最早開港的一個地區 他認為這是宜蘭非常特別的一個文化的地景 那我們尊重我們美學夥伴的推薦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發現這裡真的是一個人文繪穗的地方 70位國中小學生透過畫筆呈現70種不同的頭城老街風貌 也希望透過這次機會安靜的體會到頭城老街的歷史溫度 宜蘭新聞記者黃文淑採訪報導 好 謝謝 來看